一只猫能有多大野心 它修炼成精后 就看不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 企图凌驾于人类之上 它又魅惑本领潜入皇宫 妄想掌控整个大堂 甚至让工人染上猫的习惯 还发生瘟疫 然而它的野心没膨胀太久 就被天资聪明的武皇后发现 为保国之安宁 武皇后将猫妖王困于某处 是要将猫患清除干净 猫妖王苟延残喘活了下来 却法力大减 一直到百年之后 猫妖王复仇计划开启 他痛恨当年武皇后的所作所为 势必要让武皇后后代遭受报应 还要用他后代的血 来恢复自身法力 破除那个恶女人下的封印 猫妖王将自己幻化成男人 最先接近后人武明雪 他最近再写一本小说 主角就是猫变人 猫妖王假装要投资 同时让手下花轮变成猫 去靠近武明雪 不出意外 明雪直接把猫猫带回家 然后就出现了大便活人的一幕 明雪被当场吓晕 醒来后人不见了 明雪赶紧出门寻找 走到捡到那只猫的地方 一个非常不友善的人出现 试图袭击明雪 眼看他就要受伤 花轮及时出现 上演一出英雄救美 对于花轮是一只猫这件事情 明雪冷静下来后 就不觉惊讶了 因为他父亲是考古学家 曾跟他讲过关于猫灵族的传说 而且父亲因为考古离奇失踪 多年来生死未卜 他怀疑父亲的失踪 跟猫灵族有联系 眼前这个男人 就是他遇见的第一个猫灵族 明雪拿出父亲照片 给花轮看 问他认不认识父亲 花轮这时拿出一物 就是当年父亲留下的 明雪喜极而泣 拉着花轮问父亲下落 可花轮却非常纠结 因为他的父亲已经死了 但是花轮不能说 他是为了猫王体内的封印而来 多说多错 所以干脆假装不会说话 因为需要让明雪产生感情 这样的血才能破解猫王的封印 但是花轮无从下手 他不懂人类的情感 只能用猫的友好方式试探 一会贴贴 一会蹭蹭的 几乎跟他形影不离 明雪对花轮无微不至 教他如何做人 如何走路 如何融入现代社会 花轮也给明雪做饭 试图加深他的信任 可在跟明雪接触的日子里 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 他喜欢上了这种温度 在与明雪相处的时间里 他发现还有一些猫灵族想要伤害明雪 于是处处帮他解决危机 看到明雪出去约会 心里也变得非常不是滋味 他把自己喜欢的食物给明雪 却让明雪更加气急败坏 花轮不懂 但是他知道自己惹明雪不开心了 猫妖王再三告诫他 人类非常无知残暴 你只是被表象迷惑而已 只要拿到明雪的真爱之血 我们就可以生生世世在一起 可花轮已经不是以前那个 任由王拆遣的傻猫了 看到猫王接近明雪 他心里提心吊胆 生怕明雪受到一丝伤害 此刻他也终于明白 猫王是不会放过明雪的 相爱容易相守难 花轮明白了爱情 但由于害怕他的存在 让五明雪陷入围境 花轮干脆躲了起来 花轮的失踪 让明雪非常着急 这时猫王告诉明雪 可以帮他找到花轮 这个女人已经动了真情 猫王要求花轮 必须把他的血拿回来 等破解了封印 他的法力才能更加强大 面对两难境地的花轮 不知如何是好 但多年的服从 还是让他出现在明雪身边 此时明雪还在为花轮失踪 而焦急难过 看到花轮出现 狠狠地质问他为何无故消失 在与花轮在一起的几十天里 明雪也渐渐爱上这个大男孩 面对明雪的真情流露 花轮内心无比挣扎 酸涩苦楚的情感 让他感受到了爱 却更感受到了不能在一起的痛楚 他终究是开口对明雪说了最刻薄的话 你一定不要爱上我 因为我不想让你的血变成牺牲你的诅咒 而且我就是当年杀害你父亲的那只猫 所以千万不要爱我 我不配 花轮最终选择默默守护 这个他深爱的女人 但王毕竟是王 得知花轮不肯出手后 他亲自上门将两人擒住 花轮恳请猫王取了血 刘明雪一命 他愿意用余生去陪伴猫王 猫王看着这个从小就跟在自己身边的人 本以为他与花轮才是相爱的 却不曾想千百年的感情 敌不过一个认识几十天的人 花轮的举动让猫王伤透了心 但是花轮眼神坚定 不论如何 他都想要守护住明雪 花轮对猫王的感情只是内心的浮丑 所以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 可是明雪是不一样的 在人类的世界 他教会自己如何去爱 这不是猫王说的魅惑 是真真切切从心底感受到的情感 猫王看着眼前的两人 只觉得无比讽刺 明明他们才是最般配的同类 都是因为这个可恶的人类 情绪崩溃了他 要将两人杀了做地下鸢养 花轮无奈 只能被迫对猫王出手 千年来 他和猫王一直是彼此相伴 他敬重王 服从猫王 但现在却只能短兵相见 虽然无意伤害 但是他不允许自己女人出事 一番打斗过后 猫王落得惨败 可没有猫王的法力 花轮也会消失 因为两人本就是共同体 这时 花轮走进五明雪 告诉他 我爱你从不后悔 是你让我看到 充满爱的世界 那样美好 宁静 他不应该被欲望吞噬 明雪已经哭得泣不成声 不想让花轮消失 但作为人类的他 显得那么渺小 无可奈何 只能抱着花轮抽气 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花轮内心却异常平静 他觉得 能够有幸遇见明雪 其实就够了 即便今生无缘在一起 还是要感谢上天 带得梦轮回 我只愿来生 还能遇见你